第115章 太子妃,你慢点走 撑伞的公额忙把伞亲了亲 替她挡住冰针斑的雨丝 太子妃索性把她推开 步子更快 不必了 等进了门就打发了公额下去 扑到父亲脚边,气道 父亲,你帮帮太子吧 太子妃之父舒汉 乃是使不左侍郎 实打实地位高权重 更难得的是 舒汉不过四十出头 将来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至少在太子妃成为皇后娘娘以前 在这官场上 是个有大能量的人 将来能因着女儿分猴 那自是一片新天地 舒汉是一个聪明人 当人知道这太子妃之位 是怎么落到她家的 昭芬帝母族不慎 当年夺嫡狠吃了一番苦头 等到她娶妻时 又不想七族一家独大 选了寻常薰贵家的女儿当皇后 可谁知皇后去得早 留下太子又成了没娘的娃 这下赵芬帝就头疼了 许个七族有力的吧 又怕将来太子登位拿捏不住 外戚全重 许个七族寻常的吧 几个成年皇子母族高贵的不少 现在太子就得麻烦了 歌汉年轻有为 观之力不左侍郎 门声便朝不敢说 那肯定也是不少的 最妙的是 他只有舒亚一个独生女儿 便是将来想外去弄权 没有儿子弄来摆着看嘛 赵芬帝还年富力强 使伤了一些太子当久的 最后结局似乎都不怎么样 当时赵芬帝选了他家闺女 舒汉就知道 赵芬帝对太子是真心护着的 既然看清了这一点 他当然乐意将来混个国账荡荡 可谁想到 竟然还有太子这一种猪队友 舒汉一想到他那倒霉女婿 就省不住牙头 你说你要是扯别人后腿 也就罢了 谁让你是太子呢 别人都得围着你转 可你扯自己的 这就不好了吧 都说患难之时见真情 太子这下可好 一辈子恐怕都遇不到 一次的患难机会 直接就引向皇上了 那可是大宠啊 让皇上和你共患难 是不是过分了点 想着这个舒汉心里直发冷 太子本就不是什么 精彩绝绝的人物 甚至可以说是平庸 所依仗的不过是个敌掌罢了 几个成年皇子 迟身没有封王就翻 未尝没有对太子或磨练或替换的意思 地心 那可是真正的深不可测 舒汉自诩喘谋出那么一两分 现在也不敢肯定 招风帝对太子到底是个什么打算了 父亲 舒雅见舒汉 迟时不语 又喊了一声 舒汉回过神来 看了一眼女儿 短短不到一个月 女儿受的就有一些脱行了 眼下是一片乌青 对着独身的女儿 舒汉是捧在手心上长大的 健壮轻叹了一声 才道 娜儿 你哭哭啼啼的 爱有半分太子妃的风范 为父 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 舒雅止了哭泣 半仰着头道 父亲 你有所不知 今日太子去世纪 又是连父皇的面都没有见着 反倒是二皇子 三皇子他们几个 整日守在父皇身边伺候 再这样下去 女儿怕 招风帝那日到底受了惊吓 又因为太子这事欲结于心 自打回来后 身子就不大爽利 这段时日上朝的次数不多 一直在静养 太子失了身心一事 已是心找不宣了 帮 欲让为父怎么办 舒汉叹了口气 这是他们父子的心结 还要看太子怎么哄到皇上回心转意 为父若是插手了 那事情就更复杂了 那 那太子该怎么办 舒汉有一些恨铁不成钢 做好一个孝子该做的事 孝子该做的事 舒雅喃喃念着 舒汉把她拖了起来 佳儿 你也该回去了 你现在是太子妃 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呢 这个时候 万万不可再乱了方寸 那女儿这就毁了 直到舒雅走了 舒汉还是坐在太师椅上出神 没有母族庇护 太子所依仗的就是今生不愿于乱了长幼尊碑的心 以及那一点微薄的父子之情了 天家无父子 硕是硕是不成 舒汉不知想到了什么 手指轻轻敲击着檀木俯首 光线阴沉 显得她脸庞也灰暗不明 太子东宫 宫俄走路都亲手亲脚的 物质不敢搭 群聚不敢晃 宽被三差不敢摇 生怕什么异想就招出祸事来 太子妃衣裳都没顾得上患 匆匆进了内殿 太子眼中有了光亮 一把抓住舒雅的手 队长怎么说 舒雅有一些迟疑 父亲说 让您做孝子该做的事 孝子该做的事 太子文言有一些恼了 把一个青瓷茶杯制到地上去 难道本宫孝心 比几个弟弟少吗 真是看不出 他那些好弟弟平时一个个装模作样的 到了这时候 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他还没有备废呢 太子越想那日的事越是憋和 他又不是故意的 任谁面对一只 沾着血盆大口的大虫 能剩下多少理智 要是知道当时自己逃命的方向 是奔着父皇去的 他情愿被大虫咬上一口 可想到这又有一些心惊 被大虫咬上一口 重则丧命 轻则断了手脚 丧命自食不提了 历来历史上还没有残疾之人继位的 退一步是死 进一步是败 难道这就是天意 是死局吗 太子颓然地坐下 太子 朱雅不顾地上狼藉 板蹲下来 手搭在太子的膝上 您可别这样想 当时那种情景 根本不是您能控制的 父皇英明 心里是明白的 只是过不去那刻砍疤了 就像父亲说的 您诚心孝顺父皇 父皇定不会怪你的 太子听了沉默下来 良久点点头 杨儿 今天辛苦你了 我再好好想想 太子走出内殿 去了外书房 招了蜀官密谈 郑国公府那里 同样是气氛低沉 清歌被送了回来 见了紫苏白韶等人 就大哭一场 紫苏贫富了心情问 紫苏贫富了心情问 本年大奶奶的消息都没有吗 清歌摇摇头 围长都被翻遍了 那些城镇也没有任何消息 二公子嫌我们留在那里不方便 就送了回来 那清代呢 白韶问 提到清代 清歌委屈地揉揉眼睛 哭得更大声了 清代 清代的 他出事了 紫苏等人都吓了一跳 清代平日虽然少言寡语 他们却知道 这是柿子送给大奶奶的 伸手不一般 论勤奋虽比不上 他们这些久在一起的 但紫苏等人心里也明白 某些时候 清代要比他们还得用一些 众人的注视下 清歌懊恼地吹着大腿 听说要把我们送回来 清代当夜就跑了 大家要去寻大奶奶 怎么就没交上我一起呢 众人都哭笑不得 清歌虽说有一把力气 性子却太憨直了 要真的一个人偷着跑了 遇上歹人 恐怕被卖了都不知道 清歌 你先回来也是好的 等大奶奶回来 还要你做上一顿好吃的呢 夜音安慰道 提到这个 众人都沉默了 正在这时 阿鸾和雀儿走了进来 见阿鸾脸色不大好 紫苏就问 阿鸾不是去买药吗 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因为担心真妙 清风堂的丫鬟 这些日子过得很是煎熬 阿鸾身子弱 着急上火 喉咙就肿痛起来 主子出了事还不晓得如何 一个丫鬟身子不舒坦 自然是不好对府里说的 阿鸾就叫雀儿陪着 出府去外面医馆抓药 阿鸾抿了唇 没有吭声 雀儿愤愤道 紫苏姐姐真是嗷死人了 我和阿鸾姐姐才出了脚门 就碰到了一个男仆 对着阿鸾姐姐 很是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 我怕他们纠缠 就直接回来了 那起子人 不用理会就是了 紫苏淡淡倒 雀儿嘴儿嘴 紫苏姐姐你不知道 哪人还说 要他老娘去求了二夫人做主 把阿鸾姐姐许给他呢 百灵大怒 真真是个无耻的 趁着主子不在 就气到我们头上来了吗 白勺看他一眼 懒冷道 没有主子 我们算什么 一番话说的众人 都沉默下来 阿鸾貌美 在国公府也是拔尖的 不知多少人盯着 因为是真妙的贴身丫头 这才没有人敢打主批 一旦主子出了事 别说阿鸾了 就是其他人 又能有什么好去处 阿鸾哑着嗓子开了口 姐妹们都不用替我担心 这种时候 他们就是想伸手 老夫人也不会答应的 那可要是以后 以后 阿鸾冷笑 大奶奶回来 但那有什么以后 若是大奶奶 我便搅了头发 做骨子去了 也没什么以后 河北那边怎么样了 六皇子回了府中 解下披风 干了一杯热茶盒 做皇子的 最忌讳的是和大臣走的近 以往罗天成是侍卫还好说 现在振了指挥千事 就不得不避闲了 只是六皇子 对罗天成很是欣赏 特别是那日亲眼看了他力战猛虎 还有上阵后的一系列把锦灵卫的人收服的动作 倒是趁得同是指挥千事的股民就有一些平庸 可见是个难得的将才 梁将难得 特别是年轻的梁将 六皇子自嘲的笑笑 那些位高权重的人 有谁看好他是一个无视的皇子呢 反倒是罗天成在宫中当侍卫长的 有那么一次两次无意的提醒 帮了他不少忙 镇国公世子的遗体 大概不出三日就能进京了 属下回道 这一路 很热闹吧 属下震了震 眼头 好像有多方势力插手 不然前两人就该到 六皇子把茶盏放到紫檀小几上 嘴角含笑 既然如此 狠王也凑凑热闹 柱子 这不同了 属下恶然抬头 这种事情 谁插手都可以 皇子却不成 否则 一旦被皇上知晓 那就大大不妙了 叫你去就去 拿那么多废话 记着 手脚干净点就是了 务必不得让遗体进京 一个能力 搏猛虎的人 会因为金马死于费命吗 他要是信了 才是傻了 不过是有人看着 镇国公世子的位子 舒服罢了 除了太子 二皇子年纪最长 三皇子母族 势力最是尊贵的 四皇子虽有才名 五皇子 颇得父皇亲眼 他若不赌一赌 再这么小心翼翼地 夹着尾巴做人 那只剩下 看戏的坟了 是 属下 躬身退下 六皇子 忽然想到什么 一抬手 等等 那人停下来 周子还有什么吩咐 镇国公世子夫人 可寻到了 属下诧异地 看了六皇子一眼 六皇子 被看得有一些 恼羞成怒 赤道 文王问你话呢 这些属下 脑子都藏在屁股上了吗 那种流露着 你打听别人媳妇 好变态的眼神 是怎么回事 他不过是 进宫探望太妃时 见太妃 因为真似失踪的事 流露出几分忧心的意思 这才问问罢了 才不是对他上心呢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据古代人说 打算尽情复命 人都没找到 苦民就要尽情复命 六皇子脸一沉 属下又诧异地 看了他一眼 六皇子嘴角抽了抽 板着脸道 父皇可是交代了 要好好找人的 这古民越来越不像话了 属下没敢抬头 心道 古民好歹是 郑四平的指挥牵势 谁一直找不到 总不能就耗在那里 不走了吧 锦铃未初见 正是势力割据的时候 等一年半再过去 别人都站住了脚 一问 古指挥牵势呢 在北河围场 给罗指挥牵势找媳妇呢 再说 一个怪命妇找不到 似乎不关他家主子什么事啊 还是他忽略了什么 一定是他忽略了什么 赶紧下去办事去 六皇子黑着脸 踹了一跤 这属下眼神 怎么越来越奇怪了 他直觉得不大高兴 北河似乎比京城 还要冷一些 那秘密的鱼 像是冰珠 砸在身上 湿冷冰凉 很是难受 古民牵着马 冲真儿老爷抱了拳 郑大人 这边就有劳你了 真儿老爷脸上平静 古大人客气了 是我该谢大人才对 古民叹一声 哪里 这么久没找到人 回去后要请罪了 心里对真儿老爷 是有几分欣赏的 已经出阁的侄女失踪 就请了长假赶来 反倒是国公府 只来了个小辈 要不是这位真大人来了 他是绝对不能脱身的 古民 一个声音传来 二人闻声望去 就见一个火红的身影 骑马而来 到了镜前 翻身下马 初霞郡主 黑着脸走了过来 二人齐齐行礼 初霞郡主 把折好的马鞭 放在手里敲了敲 携一只古民 古大人 听说 你要回京 古民擦了一把冷汗 这个公主 可真是难缠 当时在围场出了事 死活要留下来 天天盯着自己寻神 早一点收工都不行 累得跟狗似的 本来接到回京的招令 还暗暗的欣喜 初霞公主去了青阳城 没有回来 没想到还是赶上了 古大人怎么不说话 臣不敢 是接到了皇上赵令 臣不敢耽误时间 这才没来得及和公主告辞 锦灵卫按编制 应有四位指挥签示 现今才有三位 罗世子遗体都进了经 他在这寻人 经中就只有一位指挥签示 显然是忙不过来的 皇上这么久才招他回京 已经是出乎意料了 哼 初霞公主水来水马便 提到招分帝 他自然不好说什么 只是面对古民 没有好脸色罢了 真二老爷开了口 公主 臣来替古大人 也是一样的 失踪的 是臣的亲征 臣定会竭尽全力的 真二老爷面有忧色 偏偏气质光分几月 又是这样的温身劝解 初霞郡主就没有话说了 只是狠狠地瞪了古民一眼 便宜你了 古民苦笑 这才告辞离去 初霞郡主牵着马往回走 有一些闷闷不乐 郑大人 你说真四在哪里呢 怎么就是找不着人 真二老爷 抖落身上羽珠 淡淡的 公主不用担心 臣相信 妙儿会吉人天象的 万倒是公主 更要保重身体 当初那冷剑 可是对着初霞郡主去的 偏偏公主死活要留下来 她的安全 就更是重中之重了 郑大人是不是觉得 本公主留下来 是添乱 初霞郡主 直视着真二老爷 真二老爷没有想到 初霞郡主问得这么直接 不犹未正 随后才温身道 臣不会这么觉得 万倒是感谢公主 能留下来 让我们时刻记得这里 你 你明白 初霞郡主 心中滋味难言 只觉得眼睛发酸 当初强硬着要留下来 所有人都认为 她胡闹不懂事 可到底这世上 还是有一个人明白的 她不敢走 她怕走了 时间长了寻不着 那些人就像古大人一样 回京复命了 怕他们忘了 这里还有一个 为了救她 而生死不明的真死 只有她留在这里 才会保证 有最充足的人手 才会让心怀天下的 黄伯父一直记得 真二老爷 轻轻笑了起来 臣明白 妙儿是您的好友 若是臣的好友有时 臣也会留下来的 树霞郡主点头 第一次嘴角翘了起来 宝林县此时 确实天晴的 真妙三人 站在胡府外 打量了一番 夺天城走上前去 扣了门 片刻后 黑漆大门打开 一个下人打败的男子 探出头来 我们是来拜访 贵妇主人的 拜访 门房打量了一下 皱了眉 主人倒是交代了 这几日 可能会有贵客来访 只是看着穿着打扮 也不像啊 不过 再看来人气质 又有一些拿不准了 就试探地问 鸡尾 可是从青阳城来的 青阳城 罗天城 眼神一惊 敏锐的察觉 这房门 把他们当成什么人了 不过 是为了见此间男主人 还是点了点头 反正见了面 就知道情况了 到时候被揭穿 也无所谓 关键是早点见到人 他们在这里耽误太久 还不知道祖母担心成什么样子 特别是客栈刺杀那时 他可不认为这是一场意外 反而有一种天罗地网 早就悄然布下的感觉 或许是这里是偏远县城 才这么容易脱身 要是换了大城镇 还不定有多少人等着他们 一听是青阳城来的 门房立刻换了笑脸 几位稍等 小的去回避一声 不多时 门房返回了 打开大门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 走了出来 朗笑道 三位贵客 快联起 进了堂厅落座 管家道 小的是胡府的管家 也姓胡 胡管家 罗天臣淡淡地和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